大家好 这期节目呢 给大家来讲一个故事啊 这个小故事呢 我看了有一段时间了 但是我经常琢磨啊 我觉得还是要把这个故事呢 给大家来讲一下 为什么呢 因为现在中国呢 很多年轻人面临着失业 它是几方面造成的嘛 就是整体经济呢 停止不前 然后每年应届毕业生呀 又是这么多 然后各个工厂停工的停工 外签的外签 给这个就业市场啊 带来了很大的压力 但是这个故事呢 确实给我的一个启发 就是中国这个就业市场啊 尽管压力很大 也非常内卷 但是中国人的智慧啊 还是无穷的 那么我今天给大家讲的这个故事呢 就是内卷到极致的故事 中国人民呢 就能发挥它的这个聪明才智 从现在政府的表现来看呢 实际政府的态度啊 也这个甩锅 这些人啊 他也安置不了 所以他又出台了很多这个鼓励人们去创业呀 去到街头摆摊呀 等等等等等等 这些行为呢 实际就是让你自己解决自己的工作嘛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 现在产生了一个新的工作 就是在自己的家庭里头呢 去创造工作岗位 因为现在中国出现一个什么现象呢 就是退休人员的收入呢 是最稳定的 反而是年轻人呢 就业困难 工作不稳定 收入不稳定 对不对 那么在现在这种低迷市场的情况下啊 就产生了这样一种就业模式 就是不出家门呀 就能产生工作岗位 而且呢 大家都满意 这个故事呢 是这样的 五口之家 就是独生子女家庭啊 就是爷爷 奶奶 爸爸妈妈跟这个女儿 这个女儿大学毕业了 在疫情期间呢 也出去找过工作 非常的不如意 就待在家里啃老 这个过程中呢 她们就创造了一个岗位 爷爷奶奶的工资呢 每人是六千 老两口加起来的肯定是花不完 那么爸爸妈妈呢 也刚退休 每人的退休工资呢 是四千块钱 这个女孩没有工作 那么他们这个家庭的总收入啊 一个月呢 就是两万块钱 那么这个岗位是怎么产生的呢 就是这个女孩啊 她提出呢 她把家里头的家务呢 全部承包了 然后让爷爷奶奶跟爸爸妈妈呢 给她付工资 这个方案是这样的 爷爷奶奶每人各付两千 这就是四千块钱 爸爸妈妈由于年轻一点 需要照顾的少 偶尔还能帮忙干活 各付一千 这样加下来呢 这个女孩应该的收入呢 就六千块钱 比她出去打工呢 收入还高 而且工作很稳定 这个工作场所呢 就在家里头 还不用风里来 雨里去 那么这样一种模式呢 现在网络上认为啊 是值得推广的 因为你把账算一算啊 也许给这个女孩付六千块钱呢 还付的不够 因为你现在请一个保姆啊 照顾两个老人啊 你四千块钱未必能请得来呀 对不对 而且保姆照顾的时候呢 未必贴心呀 光给爷爷奶奶的服务 这个估计就超过了四千块钱 那么父母一两千呢 也不多呀 你请一个保姆给你打扫卫生 给你做饭 帮忙整理家务 真是两千块钱 真是不多啊 对不对 那么你这样加一下 四个有稳定收入的人 本来向社会购买这种服务呢 肯定要付多于六千块钱的费用 但是我们肥水不流万人田 我们把这份钱呢 放在家庭内购买 我们在我女儿身上购买这个服务 同时创造了一个工作岗位嘛 这个事情啊 虽然是个故事 但是我琢磨了很多天啊 我觉得这就是中国人民的一个伟大发明啊 就是你创造就业 你工作 你根本不用走出家门 你在自己家里头就能创造这个工作 当然要创造这个工作的前提是啊 你家里头则有那三四个拿着稳定退休公司的人 但是这样也不错呀 这些人在家里头就把工作消化了 最起码不用跑到市场上跟那些人去抢工作了嘛 所以这个故事啊 一定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大家以为如何呢 你们可以发表意见 其实这种类似的是啊 江泰公啊 在十几年前啊 就碰到过 我认识一个小兄弟 当时呢 比我小个十几岁 他们家呢是江苏的 父母都是做生意的 很有钱 但是他不愿意跟着他父母干 他要自己出来闯世界 他的父母呢 就给他投了一笔钱 给他买了辆奥迪车 然后每年给他固定啊 给几十万块钱 让他用这个钱啊 去开展他的事业 当然这个小兄弟呢 也很努力 也许是时运未到吧 折腾了四五年啊 都没有赚到钱 经常搞得手上呢 还非常拮据 但是那天 我见他的时候啊 他突然变得很高兴 他还请我吃饭 我说你这个公司 也经营得不容易 没有必要吧 对不对 他说今天我一定要请你吃饭 我最近啊 我赚到钱了 然后他吃饭的时候 他跟我说 他怎样赚到钱呢 他把那个四十万的奥迪给卖了 然后呢 买了一家二十万左右的本田 这样的话 他手头给宽育出来的十来万 所以呢 他心里头感觉呢 这就是赚到钱了 这是一个真真实实的事情 发生在我身旁的一个小兄弟的身上 那么大家想想 这个小兄弟的这种做法呢 也是实在没有办法 经商嘛 总有风险 总有赚不到钱的时候嘛 那他赚不到钱 他也不好意思问父母要 那么这个钱咋花呢 自己卷自己 降低自己的生活开销 实际 这也是一种做法嘛 好吧 这期节目呢 就跟大家聊到这 感谢大家观看 谢谢